伴随着紧促的铃铛声 男人们站在河道里开始抡起衣服就往石板上拍打 他们是印度的洗衣工多比瓦剌 每天清晨天还未亮透 河道里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敲打声 估计住在附近的居民已经开始问候仙人了 随着天色渐渐明亮 陆陆续续的开始有更多的多比瓦剌向这边靠近 他们满载而来 自行车后坐在的是满满灯灯要洗的衣物 而就从这一刻开始 洗衣服彻底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男人们尽情地挥洒汗水和河水 只为尽可能多地将衣服清洗干净 按照标准收费 一件脏衣服从清洗到晾晒 再到运凭整交付客户手中 通常可以拿到20卢比的酬劳 如果是传统服饰的话则会多加5卢比 26岁的拉茹今天来得有点晚 原因是早晨下了点小雨 以往她都是早上四五点就到了 现在她必须加快速度才行 在洗衣服之前 她需要先把衣服浸泡一遍 只见她往水盆中加入一些黑色液体 接着是一大把小苏打 搅拌一下就有了泡沫 买不起肥皂洗衣液 这便是她洗衣服的独家配方 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洗衣方式 有些人还会往里面添加泥沙 这也是多比瓦拉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只是这种独家配方 有时候遇到顽固污渍时也会选择性略过 不过对于每一位多比瓦拉来说 工作态度容不得半点马虎 他们会将衣服分类清洗 尤其是要将棉麻类和丝绸类区分开来 而且会按照布料材质有不同的清洗方法 这份洗衣服的工作很考验人的体力和耐力 大力出奇迹是每一位多比瓦拉必须掌握的技能 每一次的奋力摔打只为甩掉衣物上的污渍 这样的场景不禁让人心生疑惑 为什么只看到了男人的身影 难道女人都躲在家里睡大觉吗 其实多比瓦拉主要为男性是有原因的 一种说法是通常每天他们需要在水里待上十个小时左右 洗十个小时的衣服对于体力是一项极大的考验 所以男性更适合这份工作 另一种则是考虑到方便的问题 男女混在一起自然就有些不方便了 据了解能成为多比瓦拉的人都是来自低种性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一是他们大多数接受文化程度不高 二是没有一技之长 所以这种只要出卖体力就能掌握的生存技能 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香波波 而且当地有境外人从事这份职业 七十岁的卡诺做了一辈子的多比瓦拉 靠着这份职业养活了六口之家 他说每天睁开眼就要面临一百卢比以上的日常开销 不干活家里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个岁数还在坚守的原因 曾经他的父亲也是多比瓦拉 到现在卡诺继承父亲的职业已经有了55个年头 双脚因长期浸泡在河水之中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不过相比而言卡诺还是非常感恩拥有这份工作 毕竟每天起早贪黑能让他有二百卢比以上的日收入 多比瓦拉清洗的衣服通常都是头天晚上收集在一起的 不但有日常换洗的衣物 还有体积较大的窗帘和床单 由于清洗难度较大 除了要用力揉搓刷洗之外 还需要借助棒锤猛烈锤打 锤打的姿势也极为的讲究 拿起棍棒360度翻转手腕 每一次敲打污渍都会从上面脱落下来 老哥对自己的手法相当自信 他说客户对他清洗的衣服都很满意 在他这里就没有洗不干净的衣服 多比瓦拉都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棒锤 老哥手中握着的就是用芒果树制作 因为质地结实 敲击起来浑厚有力 可以说这个棒锤就是他的得力助手 也有人选择用竹子代替 无论何种选择 使用起来顺手才是王道 一个好的棒锤可以使用数十年 往往一个多比瓦拉一生会送走好几个棒锤 同时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 把尖周延奉献给了自己 白色布料一直以来都是最难以清洗干净的 因此受到客户投诉的概率也是最高 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 有时不得不上一些科技与狠活进行挑白 只是这里的水都是来自恒河 长期使用已经让水质看起来有些浑浊 对于印度人来说 恒河是神圣的 即使水再脏也是恒河水 洗出来的衣服都有母亲的味道 中场休息时 多比瓦拉会站在水里来上一杯热奶茶 犒劳一下疲惫的身体 然后再吃点小零食来预寒 有时候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甚至就这样把午饭给解决了 当运过来的衣物清洗结束后 也就该转移置下一个场地了 那就是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将衣服晾干 他们推着自行车来到一处大型晾衣厂 吃起好架子 不需要使用衣架 只要将衣脚夹在两个螺旋缠绕的绳子缝隙处即可 这样衣服不但不会随风掉落 而且还能使得衣服在最短的时间内晾干 已经干燥的衣服在交付给客户之前 还要经过一道工序 干净整洁是多比瓦拉服务客户的一项宗旨 使用运斗时也要考虑衣服的材质 为了使衣服本身的颜色保持不掉闪 他们会在上面垫一层棉麻在浴 当一切整备就绪后就该送货上门了 客户验收后会将脏衣服交给多比瓦拉 并支付上一次的服务费用 交付的时候都是根据衣服上的标签辨别 出错的概率几乎为零 每一次走劫串项的交付都会满载而归 而这也是对多比瓦拉辛勤工作的肯定 眼镜蛇面前 男人舞动的不是拳头 而是他这一生引以为傲的本事 现在他要把这门祖传的绝活传授给三岁的儿子 对面的眼镜蛇可不是吃素的 他的毒素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搞死一头大象 眼前的这两条也不例外 印度人认为蛇是神的化身 眼镜蛇也被视为善蛇 所以断然是不会把毒牙拔掉 村里一共有近百户人家 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眼镜蛇 曾经他们靠售卖蛇毒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 但由于这个行业已经被明令管控 阿里不得不转行成为一名舞蛇人 阿里一共有四个孩子 最小的不过几个月大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 身上的责任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他 要为家人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港湾 他说幸亏还能捂蛇 这份职业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眼下正是收割季节 金黄的稻田里少不了田鼠的秘食 而这也引来了他们的天地眼镜蛇 一大清早 阿里和他的同伴们便聚集在一起摸刀 只有刀刃锋利了 才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场人与蛇之间的较量即将上演 一行人在亲人的目送中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穿过一望无垠的稻田 大家沿着田耿寻觅踪近 田鼠洞是眼镜蛇最喜欢的藏身之所 每一个洞穴都不应该被轻易放过 鲜少见过捕蛇的村民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活钱来围观 叙事已久的队友们卯足了劲 他们抡开了臂膀撬开洞口的泥土 直到发现了眼镜蛇留下的痕迹 阿里说新鲜划痕证明了一切 这条蛇很有可能还在洞内 振奋人心的消息让队友们更加的卖力 只是坚硬的泥土让大家吃尽了苦头 40分钟的苦战 最后竟然只收获了一张蛇皮 阿里决定不在此地继续耗费力气 此时烈日在不断地炙烤大地 室外气温足有35度 尽管这一路并没有发现有力的足迹 但阿里一行人并不打算放弃 终于他们在另一处填梗有所发现 这次可以肯定的是里面一定有蛇 很快受到惊扰的蛇窜了出来 只可惜这条蛇并不能成为舞伴 大家只好随他而去 阿里说除了眼镜蛇之外 没有其他蛇会指示人的眼睛 对于武蛇人来说 那将失去武蛇的灵魂 屡屡受挫的队员们开始垂头丧气 难道今天要鲨鱼而归吗 就在这时几名队员呐喊着朝着远处奔走 原来是一条过路的眼镜蛇撞上了枪口 意外收获让队员们重拾了信心 也许是阿里一行人闯入了眼镜蛇的据点 在不远处的田梗上 他们再次发现了痕迹 经验老道的队员们发挥着打动的本领 不过十分钟的功夫 里面的蛇再无藏身之地 阿里自信地说这一次肯定是眼镜蛇 借助手表镜面的反光 洞穴内的眼镜蛇终于暴露出了他神秘的花纹 想要立马擒住他还为时尚早 阿里耐心地指挥着队友继续开土 失去泥土庇护的眼镜蛇无处遁形 这是一条足有一米多长的雄性眼镜蛇 尽管他已经表现得非常生气 但在阿里面前不足为惧 胆量和经验才是应对眼镜蛇的绝佳手段 阿里轻轻地抓住他的尾巴 这条眼镜蛇便没有了向上攻击的力量 在众人好奇的眼神中 阿里将他转移至空旷的草地上 现在他需要向这条眼镜蛇做一下自我介绍 拿出自己的绝活 他询问眼镜蛇是否喜欢跳舞 如果喜欢 那就跟着我一起去舞蹈吧 我会像善待家人一样善待你 不会再让你饿肚子 眼镜蛇像是感受到了这份诚意 没有过多的挣扎 最后被阿里装进了布袋 捕蛇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他们再次沿着稻田搜寻 在田耿处再次掌握一条 接着第四条现身 这样丰沛的收获 让见多识广的阿里 都难以按耐激动的心情 他说有了这些眼镜蛇 就不愁养不活家人了 日落时分 他们满载而归 曾经阿里将捕来的蛇圈养起来 眼前两间蛇龙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养蛇是一项不错的生意 他将蛇毒卖给实验室 巅峰时期的阿里一度成为了村里的首富 只是被明令禁止后 又将他的生活打回了原形 每每看到这犹如废墟的蛇龙 阿里心里都忍不住的一阵唏嘘 然而每个男人身后 都有好几口人要穿衣吃饭 他不得不改行做起了民间舞蛇人 这是一项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 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但为了谋生 阿里和他的队员们必须得承担这样的风险 这也是一个男人应该扛起的家庭责任 儿子为他送上祝福 妻子递给他笛子 在无声的祝福声中 一行人踏上了巡回演出的旅程 沿途的大村庄是他们驻足表演的舞台 队员们摇鼓吹笛吸引路人的目光 他们叫喊着印度版的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误 武动的眼镜蛇即将登场 很快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便围拢了过来 阿里拿出了他视如珍宝的眼镜蛇 几次洋装挑逗下引来了眼镜蛇的进攻 却正中他的吓怀 极具观赏的演出让村民们一饱眼福 其实眼镜蛇的视力和听力很差 之所以会翩翩起舞 是因为感受到了笛子发生的震动声 村民的表情时而紧张时而放松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表演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迷场也行 不在乎多少 必分也是爱 阿里走向人群感谢大家的慷慨解答 阿里的团队一共赚到了600卢比和几公斤大米 接下来他们将朝尼泊尔大山进发 那里的村民也很喜欢观赏这样的表演 而且热情大方 阿里相信将来他的儿子乃至孙子 也会继续延续着他的故事 这里是男人的天堂 但却是女人的地狱 一千多名工作人员每天要为三千多名男性提供服务 平均下来每人每天至少要与三名顾客摩拳擦掌 而顾客只需要支付一百塔卡 就可以体验一把什么叫春宵一刻值千金 孟加拉作为人口大国 在土地链跡不足15万平方公里的地域 人口数量却高达1.6亿 和隔壁的印度相比 坐火车买挂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缓慢的经济发展使得国家陷入极度贫困 因此孟加拉国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农业 缺乏多样化的工业化发展以及匮乏的教育系统 导致人们的就业机会受到限制 尤其是女性为了生存下去 她们不得不依赖于男性 因此便诞生了像坎达帕拉这样的女人村 这个区域由600多个相互连接的铁皮房组成 有一千多名女性在这里工作谋生 她们从事的职业在2003年已经被合法化 尽管这份职业看起来并不那么体面 但每天只需要工作就会有相应的收入 然而真正能落入自己口袋里的少之又少 因为她们还需要交一部分收入分给所谓的妈妈 美其名曰保护费 据该国的调查数据 坎达帕拉的大多数女性都是被拐卖或者绑架才屈身于此 她们很多一部分人来自贫穷的尼泊尔 越南缅甸等国家 年龄通常在十几岁至二十岁之间 有些甚至是被自己的父母或者亲戚 以合适的价格卖到这里来的 然后再在老板的控制下 自愿签署一份所谓的卖身协议 其实就是以巨额欠款来束缚这些女人们为她们工作 有些女人甚至从十几岁一直工作到四五十岁才还清所有欠款 等她们真正走出这里早已人老黄花兽 这个处处动人的女人名叫卡拉 距今从事这个职业有了五个年头 她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是在这间区区几平米的小房子内 为了能尽早摆脱这样的生活 除了每月那几天特殊的日子之外 她总是被迫着自己营业 想要受到客户的青睐 则必须适当地购买一些化妆品来装扮自己 房间内的墙壁上贴了许多曾经的照片 那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最后一丝憧憬 也只有看到这些照片 才能让她想起以前单纯而又美好的时光 十五岁时她被邻居骗到了这里 从刚开始的反抗到妥协 再到如鱼得水 她的心境也随着接待顾客数量的递增而变得麻木 或者说已经接受了既定的命运安排 不抗不争也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逢场作息 习惯了没有感情的空洞交流 每名工作者似乎都有着一段灰暗过去 而且至今还身处在灰暗之中 三十岁的丽莎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十五年 十五年前她还是个含苞待放的少女 如今已经成为了体态臃肿的妇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吃了一些肋骨醇的药物导致 大多数男性顾客喜好身材圆润的女性 所以为了在同行中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她不得不在小店里购买一种肋骨醇的药品来增肥 但她并不知道这种药品的副作用 实际上长期食用的话确实可以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也迎合了客人的口味 但是这也使得她经常出现头疼恶心等症状 来到医院看医生才知道这是一种给牲畜催熟的药物 如果人长期服用的话可能会导致肝脏受损 同时还会引起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一旦停用的话副作用会明显的显露出来 只能通过减少用量来降低对药物的依赖 丽莎有两个好姐妹 因为药物的问题导致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离开了她 说起此事她并没有感觉到害怕反而很坦然 或许最终能有这样的结果也算是一种解脱 女人村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每天傍晚的时候 各地的男性带着悸动的心情慕名而来 他们有的是乘坐火车 有的是轮渡 还有一些是自驾 一些在外开卡车奔波的司机也会趁着业务间隙前来消费 自从发现了这片新大陆后 女人村似乎有一种魔力一般时时刻刻牵动着无数男人的心 他们可以忙里偷闲 只为图得片刻的身心舒适 然而对于那些提供服务的女性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场噩梦 舒玛说她曾一次性接待过12名男性 当无数男人围绕在身边露出贪婪的眼神时 她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就算有再多的反抗也是徒劳的 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真心爱惜你的 他们强悍粗暴 有些人根本不懂得尊重从业者 甚至连最起码的安全措施都可以不做 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女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疾病 甚至是怀孕 而作为客户 她们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据了解在女人村约有300多个孩子 她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养孩子的重担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母亲身上 对于这些无辜的孩子来说 出生在女人村就是一生噩梦的开始 男孩从小在这种杂乱的环境长大 耳濡目染中也会慢慢步入堕落 而对女孩来说则更为糟糕 长大后她们会继承母亲的工作 用着低廉的化妆品装饰自己 然后等待客户的敲门 这两兄弟就是母亲工作时被客人留下来的 因为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看到姐姐和客人进房间 她们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37岁的母亲除了她们两兄弟外 还有两个姐姐 不过姐姐们已经继承母业了 母亲每天的工作是给女儿们拉客并端茶送水 每个月1500块钱的收入 勉强维持着房租学费和生活开销 姐姐忙完事情后蒙住面纱 接受记者小哥的采访 她说没人天生下来就想干这一行了 年少轻狂时爱上了一个男人 没想到掏心掏肺换来的却是虚情假意 不但不对自己好 还会经常以各种理由要钱 如今她不再奢求遇到爱情 大家只不过是仅有一面之缘的过客 我服务你出钱就这么简单 姐姐希望两个弟弟有朝一日 能走出这个不堪入目的女人村 她努力赚钱供弟弟们上学 让他们掌握知识改变命运 这是一所原著式学校 里面一共有300多名学生 他们大多数来自女人村 在这里大家不会受到任何启示 老师对待每一位学生也是一视同仁 瑞拉曾经也是女人村的普通一员 她深知被贴上标签后的不尽人意 于是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清了债务 到如今成为了一名教师 因为经历过黑暗 她深知黑暗的可怕 所以她想把光明带给身边更多的人 她希望这些孩子能有更大的舞台 而不是被禁锢在女人村 女人村的工作者未来命运会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总有一些不甘现状的人在努力挣扎 试图改变被安排的命运 千万不要随便从别人那里借钱 不然很有可能就会像这个男人一样 B家四口人每天保底制作1500块砖头 却只能拿到少得可怜的三美元月薪 而且其中一半还要用来还债 剩下的1.5美元才能用来购买生活物资 43岁的哈德在这座砖窑厂 已经足足工作了23年 他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 都交给了眼前这片灰蒙蒙的世界 每一滴汗水都倾注在这一块块 没有感情的砖块 然而这些砖块所产生的利益 却全部回报给了砖窑厂老板 如今为了早日摆脱泥潭 哈德又把自己的家人 带入了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位于巴基斯坦塔尔沙漠中心地带的砖窑厂内 约有150个家庭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他们住在简陋的泥土房或者帐篷里 吃着最廉价的食物果腹 他们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可出生在这里的孩子却根本上不起学 甚至从很小的时候 就要跟着父母在砖窑厂工作 似乎冥冥之中 他们的人生早就已经被提前安排好了 哈德的命运亦是如此 23年前他的父亲身患疾病 没钱治疗的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人借钱 最后父亲还是没有挽救回来 人财两空的禁地之后 将自己的劳力全部交给了砖窑厂老板 回想起这23年的生活时 他是这样自我安慰的 日复一日的劳作 并没能让他看到生活的希望 他甚至不知道究竟要等到哪一天 才能还清所有债务 因为老板手里攥着一本无礼的烂账 哈德一家一共五口人 除了五岁女儿还小没有在砖窑厂工作以外 12岁儿子迪利普已经是一个有了五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 他手法娴熟动作马里 是父亲麾下最得力的助手 但这却不能成为迪利普骄傲的资本 从来没有跨境过课堂半步 也没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说我的未来一定不是一片光明 就像这眼前的泥巴一样 除了灰色好像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色彩 而对迪利普来讲 他每天仅有的期待便是砖窑厂附近的小卖部 买一包最便宜的零食 然后和唯一的小伙伴坐在一起静静的享受 这才是属于他最美好的时光 与哈德一家的暗无天日相比 远从印度而来的曼恩一家五口 在这座砖窑厂的生活同样难以煎熬 他们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家了 当初为了生计举家来到巴基斯坦 没想到只不过是从一个泥潭跳进了另一个泥潭而已 砖窑厂的工作很辛苦 每天不但要抵抗风吹日晒 还要弯下膝盖蹲着作业 十四岁女儿奥兹自从跟着父母来到这里以后 就成为了家里主要劳动力 两个弟弟没人照看就散养在外 这里从来不缺玩伴 他们在沙队上嬉戏玩耍 只是爱生气的弟弟一言不合就要找爸爸妈妈诉苦 哥哥坚决反对地跟在身后穷追不舍 无论怎么安慰都无法阻止弟弟自由奔放地打滚 哥哥束手无策地说那就由着他去吧 弟弟哭闹声很快就把姐姐奥兹吸引了回来 而他安慰弟弟的方式很简单也很有效 那就是给他们弄点能吃的食物 凌乱的房子里诉说着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很拮据 傲兹能为弟弟们准备的食物就只有一把朝米 中午的时候曼恩披着一身泥踩回来的 在水井边上清洗干净后 他换上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今天下午就要发工资了 拿了工钱他还需要进城大采购 否则家里就要断粮了 办公室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钱来领工资的同行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期待 等待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曼恩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 上面记录的是每日制作出的砖块数量 在财务高效的工作模式下 曼恩如愿地领到了20亿美元的薪资 离砖腰五公里处有一处集市 这里聚集了不少的小商小贩 曼恩直奔卖菜的摊位 他用最少的钱买了最实惠的土豆洋葱和辣椒 转念一想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阶段 于是咬咬牙又买了两公斤鱼肉 刚领的工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原本想给女儿买个发卡 最后因为舍不得还是转身离开了 发卡并不是必需品 他想攒点钱作为返回家乡的路费 远在印度的父母不知道是否还健在 回到砖窑厂已经快要天黑了 孩子们看着沉甸甸的袋子乐开了花 今晚注定有一顿丰盛的晚餐 无忧无虑的弟弟站在母亲后面在歌在舞 但奥兹却累得一句话也不想说 现在他只想着食物早点出国 一碗米饭搭配蔬菜和汤汁就是犒劳一天辛勤的付出 看着孩子们吃得那么满足 母亲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清晨雾气弥漫 奥兹和父亲曼恩再次开启了枯燥且劳累的一天 每一位在这座砖窑厂工作的工人 都有着不尽相同的辛酸故事 大家都是云云众生的一颗螺丝 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只是这里工人将热量都传递给了砖窑厂老板 自己却饱受着人世间的气量 他们就像一个个囚徒 每天都在想着摆脱苦难的命运 可天一亮眼睛一睁又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德里是一位智力帮助深陷债务的工人 早日摆脱泥潭的志愿者 数十年的努力下 有近万名工人摆脱债务重获新生 67岁法克曾经是一名砖窑厂工人 自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砖款 父亲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砖窑厂 而他也在这里度过了近六十的年头 如果不是德里的帮助 他的命运将会和父亲如出一辙 提起曾经灰暗的人生总是唏嘘不已 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没能让他娶上老婆 更别说膝下有儿有女 身无一技之长的法克 只能再次选择在砖窑厂工作 他说我就像一位长期待在监狱里的人 重获自由后反而无所适从 继续留在这里至少不会被饿死 或许这就是大多数工人面临的问题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解脱 就好比哈德一家人 每天想着挣脱这犹如牢笼般的生活 可脱离了砖窑厂 他们又该怎样迎接新的生活 用火柴当砝码 一根火柴等于一颗黄金的重量 收购商实时通过老人机查看当天国际金架后 支付了对方三十二元 而这一颗黄金竟然是三位陶金刻花二十天时间 不过最后一道工序便是利用高温蒸发掉水银 这是一颗足有一颗以上的黄金 他欣喜若狂 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和家人可以不再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 滚滚浓烟之下 他们用最原始的蒸馏法提炼汽油 十五岁男孩每天的工作就是钻进犹如炼狱环境的蒸馏罐中 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与高温和刺鼻的气体威武 随时可能面临中毒的风险而倒下 而他仅有的防护装备竟然是一瓶眼药水 他每天玩了命的工作 到最后能拿到的月薪却只有二十五欧 在这片看不到绿色的焦土上 拔地而起的有几十座私人炼油厂 里面的工人大多数是担任养家糊口的小孩 在生活面前 他们早已忘记了刻本的模样 提前就进入了个人的职场生涯 在这里不要小瞧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能力 十岁的小孩已经把铲车开得有模有样 而且还用他们稚嫩的小手链就出了品质技嘉的汽油 这里的炼油方式简陋而又原始 安全事故也时常在这里发生 老哥的双手在一次高温作业下被灼伤 后果就是不但留下满目疮痍的伤疤 而且几乎失去了原有的活动技能 但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迫使他必须爱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蒸馏罐每天24小时间泄性工作 保守估计每天能产出几吨的汽油 这也是私人老板为之疯狂的动力 持续的高温燃烧使蒸馏罐内温度高达几百摄氏度 内部气体瞬间膨胀的现象在这里也能略见一二 每次到了释放油渣缓解 老板从来不会说给我伤 而是自告奋勇地冲在了最前头 这也是带好队伍该拿出来的姿态 烫手的阀门被扭开之时 就像是开闸泄洪 油渣和废气喷涌而出 工人手持火把抛向空中 废气被引人的瞬间 浓烟包裹着火焰 空气被浓烟笼罩 整个操作需要在几秒钟之内完成 否则极有可能因火上身 结局肯定不会比灼伤手指的老哥幸运 高风险带来的是金灿灿的液体汽油 品质好价格又便宜 是吸引顾客购买的重要因素 同时还能收获不少的回头客 每一次采购对于顾客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为了将利润最大化 摩托车的车头位置都摇晃着金钱的味道 这些顾客通常会将汽油转手卖给民营加油站 利货卖给附近的发电厂 不管是卖到哪里 能赚到养家户口的资本才是硬道理 15岁的蒂姆家住在叙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小村落 一家十几口人就住在破落的院子里 每天起床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如何生存 父亲身为一个老店汉工 已经因失明而住进了医院 作为长子的弟母成为了父亲的几班人 也担起了这个家庭的重任 很难想象他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了八年的功力 八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辆狂野的摩托车 过日子的任务兼具 两个年龄稍小的弟弟也不得不跟着他出来一起承办 在别的小朋友眼里 铲车只是在超市里面能买到的玩具 可弟弟却真的能看上他 当他成为了赚钱的工具时 便没有了一丝丝的乐趣 空气中弥漫的粉尘和嘈杂的机器轰鸣 使得他的脸上写满了无奈 但一点也不妨碍他能出色地完成工作 弟母的电焊手艺完全得到了父亲的真传 父亲教会了他一个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但也将他带入了无法回头的深渊 焊接管道的时候 强光总是无情地刺痛着他的双眼 时间一久眼睛就有了些小毛病 加上每次都要钻进蒸馏罐中进行安装作业 浓烈的废气无时无刻不再侵蚀着他的身体 而唯一能用来防护的东西竟然是一块连擦桌子都嫌脏的抹布 在这样的条件下几乎呛得无法呼吸 双眼更是被熏得直流泪水 能给他带来安慰的就是裤兜里的眼药水 身体稍微有所缓和后又继续投入工作 虽然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环境 但毕竟总会遇上一些意外 弟母在浓烟中差点就晕倒了 他不得不提前出来透透气 和他一起搭档的还有一位比他年龄稍长一点的小哥 原本他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如今却只能灰头土面地向生活妥协 学校面对战争的压力 不得不停掉所有的课程 能在这里谋到一份填饱肚子的工作 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但他没有失去对生活的热情 依然期待着和平后重返学校 今天弟母给自己安排了个早饭 因为眼疾的问题让他不得不去镇上买药水被在身上 老板对于这种理由表示了理解 并许诺不会刻扣工资 老板在员工的人文关怀上还算是优秀 而且对于弟母这样的有车一足还有油补 每次他都可以豪横地点摩托车的油箱加满 他对自己提炼的汽油品质非常有自信 用手一搓变质好坏 回到家后 第一件事情便是洗净满脸的油污 再换上整洁干净的衣服 对着只能罩满一张脸的镜子仔细打理着发型 再看看满脸沧桑的脸庞 他甚至怀疑镜子里的人是不是十几年后的自己 每当这时一阵兴奋涌上了心头 摩托车载着他驰骋在公路上 他的青春就如同道路两边的景象一样灰暗 二十五欧的薪水已经把日子过得很拮据了 但却不得不从里面抠出点预算买药 来到镇上的药店 无须多言老板就递给了他一瓶眼药水 弟母没有受过教育 也不认识上面的文字 但这并不重要 对他来说疗效才是真章 老板毫不掩饰地告诉记者 这种眼药水其实是一种眼部麻醉剂 长期使用可能会导致眼角摩托落 严重的话也会让双目失明 弟母其实已经知道干这份工作的危险性 只是很多时候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回家的路上 当经过一处高地时他停下了脚步 来到山头驻足欣赏起了落日 然而面对璀璨的余晖时 他的眼睛再次受到刺激 他不得不给眼睛滴上几滴药水 如今他早已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 他有自己的追求 将来有钱了能够前往欧洲生活 可身体的美眶愈下让他不禁感到害怕 他不想有一天也像父亲一样失明 可每天天一亮 还是必须得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这种简陋的炼油方式 除了给工人们带来身体危害 生态环境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未经处理的废水肆意排放 除了植被遭到破坏外 更让人心疼的是 方圆几十里的地下水也受到了污染 人和动物的健康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可对于弟母和他的家人来说 光是活在这片土地都已经拼尽了全力 又谈和活得更加精彩 为了能娶上如花似玉的女人做老婆 男子竟然卖掉了自己的一颗衫 那场二十厘米的伤疤看起来触目惊心 他说作为当地的首富 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会有钱讨上西服 而在邻国的印度 女人竟然为了一份廉价砍甘蔗的工作 把最宝贵的东西子宫摘出 而且在这个人口上千人的村庄里 几乎有超过半数的女性迫于生活压力 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印度的西北部 每年到了甘蔗收获季节 这里有着一眼望不到头的甘蔗 等待着人工收割 而作为世界上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产汤国 每天都有以吨为单位的甘蔗 被送至甘蔗加工厂 昼夜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机器轰鸣 使得这座工厂 每年生产出近三千万吨白糖 随后销往世界各地 然而工业化的最底端 却是一群为了养家户口的女人们 每年有接近一百五十万的工人举家 从全国各地涌入甘蔗园 无不例外他们全部来自低种性种族 在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奔波后 便在此安家 他们用甘蔗叶织起一个个小茅棚 茅棚内的环境简陋而又原始 与小边在五八同城上租来的房子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在这里做一名甘蔗工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他们每天起早贪黑 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 期间除了吃饭和方便时间 基本上很少能有停歇 砍倒的甘蔗需要人工捆绑装车 每个人一天至少要完成六吨的任务量 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 都不能成为工人们休息的理由 他们不是不知道疲倦的机器 而是为了养家糊口 而不得不默默忍受的女人 老板在这里除了会给工人们发工钱外 还亲自下地监督工人干活 为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 甚至还规定捆绑甘蔗的时间 不能超过两分钟 然而这种高负荷的劳作平均下来 每天也只不过只有四十块钱左右 日复一日的劳作要持续半年之久 当然老板也并不是一点也不通人情的 有急事要处理可以请假甚至可以矿工 不过代价就是扣出五十块钱的工钱 每一位出门在外的工人都是为了赚钱养家 为了不让这少的可怜的工资再损失一笔 只要是天梅他下来就绝不会请假 几年前卡拉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 那就是摘除自己的子宫 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 长期高强度的体力工作 使得他的腹部有了阵痛的毛病 尤其是每月特殊的那几天 为了不耽误工作最终还是做出了无奈的选择 这是他的个人选择 也是干这地理女工们的多数选择 据了解近十年以来 有经万名妇女做了这样的手术 她们的初衷都是为了不影响卡干这份工作 或许在生存面前 女人们认为身体的残缺根本不值一提 凌晨的四点多钟 女人们就已经起床开始忙碌了 她们要提前准备好一家人一天的食物 拉维是在两年前摘除的子宫 当初因为操劳过度导致子宫发炎而影响到工作 加上自己已经生了两个小孩 所以在丈夫的同意下还是放弃了子宫 做手术的时候医生还告诉她 如果不及时摘除的话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最后东拼西凑借了两千块钱才凑齐手术费用 如今她只想早点把外债还完 然而真的是摘完子宫就能一劳永逸吗 吉拉和丈夫花费五年的时间进行跟踪调查 才揭露出了事情背后的真相 这是一个有着一千多人的村庄 被大家称之为无子宫村 原因是这里的大多数妇女在生完孩子后进行了子宫摘除手术 当下是甘蔗收割季节 村里面就只剩下老人小孩 以及那些无法承受高强度体力工作的妇女 摘除子宫后给很多妇女带来不少的后遗症 他们在丧失劳动力后便留在家中干一些简单的家务 每天都在承受着痛苦 萨达五年前做了手术 本想摘除了子宫后就可以赚钱贴补家用 不料反而还背负了一笔债务 当时为了还债 在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下就下地干活 如今稍微做些有体力的活就会觉得浑身乏力 每次看到肚子上的伤疤时她觉得十分后悔 现如今丈夫还在甘蔗地里苦苦支撑 只为还清所有债务 年仅二十八的她看起来却显得有些苍茫 身体激素失衡使得她们经常脾气暴躁 绝经本是五十岁以后的事情 如今三十岁左右就已经成为了常态 吉拉在查阅了大量女性子宫相关病例后发现 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需要摘除的 多数只是普通的感染 而医院里的医生却利用妇女们的无知和恐惧 让她们进行手术 这样一来她们就能赚取一定的手术费和住院费用 而女人们在花掉两三千块钱后 却得到了一个实则残缺的身体 为此吉拉专门找到一家医院进行了解此事 可主导医生却坚决否认自己曾说过的话 称作手术都是患者自己要求的 但实际上有很多甘蔗老板和私人医院的医生 相互勾结互利互混 致使许多妇女陆续地走上手术台 在2019年的时候吉拉收集到了不少确凿的证据 并刊登在报纸上 这个巨大的阴谋让整个马哈拉史特拉邦为之震惊 虽然这其中牵扯到不少人的利益 但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相关部门不得不站出来规范 只有医院获得医疗系统批准之后 才可以做子宫斋出手术 吉拉的付出总算是保护了不少女性 做子宫斋出手术的女性每月也在逐渐减少 然而还是会有女性会选择手术 因为她们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 对于印度女性地位不高的事实 或许这就是绝大多数女性无法摆脱的命运 也是她们无奈而又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当你现在的生活过得不太如意时 建议你仔细看完这部纪录片 同样是为了生活 有的人过着衣食无忧锦衣玉搏的日子 而有的人每天风里来雨里去 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 汗水和雨水轮番上阵 依然无法阻挡他们前行的脚步 因为自行车上装载的是他们生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这里是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部的嘉丹嘉省 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 清晨万籁俱寂 破晓的晨光悄然唤醒了沉睡的生灵 妇女和小孩早早起床 开始打理起了院子里的场地 而男人们也没有闲着 他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将自家的农产品装车 因为路途遥远 三个男人准备结伴而行 此次他们每个人的自行车上 将要装上200多斤的牧鼠 以及提炼的棕尾油 前往160公里以外的村庄售卖 因为货物实在是太多 他们需要将自行车的空间利用到极致 考虑到晚上可能要露宿野外 必要的毯子和文杖也需随行携带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迎着破晓出发 这是一趟注定艰难的旅程 没有宽阔平坦的历青路 只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坏马路 路上的人们行色匆匆 他们推着嘎吱作响的自行车 有的人从几十公里以外帮别人运输木材 有的人拉着若干手的家具贩卖 额头冒汗就用衣服擦拭 他们双手扶着自行车保持一个姿势推行 最开始的几公里 奥斯曼带着队伍走得很轻松 可遇到沙滑的路段 沉重的货物几乎让整个车轮陷入沙土之中 他们只能小心翼翼推行防止车子侧翻 此时他们已经步行了几个小时 奥斯曼说他的脚已经快要磨出了水泡 而且保持一个姿势让他的腰部酸痛难忍 他们不得不停下休息片刻 但也仅仅是片刻的时间 因为还有很多的山路要走 前方是连绵五公里的崎岖上坡路段 想凭一己之力推上山坡几乎不可能完成 于是他们彼此相互帮助 一人前面掌握方向 两人后面鼎力往前推 疲倦到无力时会唱歌鼓舞士气 实在走不动了就驻足休息 就这样来回走了三趟才将自行车推了上来 时间到了傍晚 最后一丝光明即将消失 天空乌云密布 大雨将至 幸好他们找到一处落脚点 一座废弃的教堂 他们支起了锅具 开始准备一天一顿的大餐 和马加拉的牛油果比起来 这顿食物明显要丰盛得多 满满一大锅的木薯粉 算是对他们心情付出最好的慰藉 奥斯曼说每年他都会这样走上几趟 因为家里的孩子上学需要花钱 虽然身体很累 但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未来 这是他做父亲应该尽的责任 自己读书的时候有个愿望 希望将来能做一名地方法官 但是因为家里太过贫穷 只能早早辍学帮助父亲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友 时间到了第二天 距离目的地还有近一百公里 祥和的阳光笼罩住大地 然而有辆自行车内胎被路面狮子扎破 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亚利克斯拿出工具对车胎进行逢风补补 他们的工具很简单 一把剪刀一把挫子外加一小罐强力浇水 便能为他们整个旅程保驾护航 内胎补好重新装上 刚要推起来准备出发时 看来破洞的位置不止一处 他们面面相去只能拆下重新补胎 时间紧迫也不能担得太长时间 因为这里的天气变化莫测 时间到了中午 他们再次遇到一个村庄 两个小孩正在木舅里碾压木薯粉 随身带的饮用水已经喝完 奥斯曼决定在村里讨要一杯水来喝 村民们很淳朴立即端了杯水递给他 奥斯曼一饮而尽 片刻休息后他们再次出发 还没有走出多远 天空已经乌云密布 变闪雷鸣大雨不弃而至 地面因雨水变得湿滑 头顶着大雨身上的汗水和雨水相互交融 空旷的野外他们只能冒雨前行 遇到斜坡时再次发挥团队精神 尽管已经小心翼翼 但难免也会出现一些小的插曲 这首古武士气的歌曲 总是会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 激励着他们要迎难而上 生活虽然很艰难 但总有一个信念一直在支撑着他们 雨停下来后 路面似乎也变得好走了些 他们骑上自行车坐起了最后的冲刺 终于在坚持中到达了目的地 村长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欢迎 随着村长的一声吆喝 村民们放下手中的事情靠拢了过来 因为是老熟人 村民们根据个人需求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 这位村民说他很感谢奥斯曼的到来 因为这个村庄太偏 如果需要到商店购买生活用品 必须徒步两天时间才能到达附近的小镇 奥斯曼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最后他们将没有卖完的棕榆油和木薯装车 前往下一个村庄 如果顺利的话 这些农产品卖完会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当我们还在抱怨生活的时候 不妨停下来驻足看看那些不辞辛劳的人们 没有谁活得比谁更容易 当你领悟到了 也许抱怨就随之烟消云散 说起二八大杠自行车 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奥德彪在布隆迪拉香蕉的往事 脚踏粉红色拖鞋 秉持着骑得好一身灰气不好一盒灰的信念 一六十公里的时速驮着二百公斤香蕉压弯下坡 但你不知道的是二八大杠自行车还有另一个用途 那就是可以和出租车相媲美的低势 孩子们对这辆崭新的家伙也是爱不释手 福洛伦斯说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 他相信奔入小康生活指日可待 女记者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刚刚吃剩下的炸鸡肉 竟然被人从恶臭的垃圾堆里翻了出来 然后二次利用制作成了贫民窟居民最爱吃的美食 经常光顾的小哥甚至感慨到 如果那些有钱人各个把炸鸡砍得只剩下 恐怕自己这辈子也吃不上炸鸡 看似小哥是在自嘲 其实说的也并非毫无道路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窟 这里生活着400万贫困居民 很多人的月收入只有区区的几百元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 想要生存下去可谓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吃不饱饭以及营养不良 是他们面临最大的难题 然而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炸鸡 却成为了活下去的希望 他们只需要花很少一部分钱 就能吃上一顿香喷可口的美味 对于处于极度贫困的居民来说 他们甚至会庆幸有这些垃圾饰品的存在 可即使是这样 还是有很多贫民窟的居民 因炸鸡数量有限而无法享用 晚上的八点多钟 当街道上还在下着稀里里的小雨时 回收干水的货车就要开始工作 他们游走于各大餐厅酒店 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这些私人小老板都有着各自的签约餐厅 为了保证食材尽量的新鲜 凌晨的四点钟 垃圾分类工就已经开始起床工作了 他们需要从堆积如山的垃圾中 徒手翻找那些散发着嗦味的食物 其中炸鸡是他们最为青睐的 尤其是那些还未被啃食干净的鸡骨头 昏暗中有头灯的帮助翻找起来会更加顺利 不过想要从剩菜剩饭中定位精准的挑选出炸鸡 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通常每天他们可以分离出十多公斤的鸡肉出来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收获 当天色渐渐明亮以后 阿婆手里提着袋子满载而归 现在她需要找到合适的买家卖个好价钱 这些买主都是长期合作的个体护摊位 鸡肉二次加工制作的方法和正常炒菜并没有多大区别 想要多吃肉那就需要再次挑剪一番 骨头上的肉越多 炸出来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接着用清水简单的清洗一遍 毕竟也是在恶臭的垃圾厂里烫过了一晚上的火 难免也会带有一些腐臭的味道 油锅洋葱大蒜打底此时就很有必要 待爆香之后鸡肉就可以安全下锅了 大火烹饪再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既能增添香味又能掩盖腐臭为一举两得 最后小伙慢煮15分钟可以大功告成 老板娘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也是微微一笑 她说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爱吃到无法自拔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里的人爱吃便宜的炸鸡 通常一份只卖20比锁 如果在炸鸡店里吃的话 可能连一个鸡翅膀都买不起 对于亲手做出来的美食 老板娘表示自己的内心还没有强大到吃别人砍过的东西 不过她一点也不在乎卖给别人 无论是零售还是批发 对她来讲只是一门养家糊口的生意 除去自己的加工成本 通常每天可以赚到60比锁 小哥是店里的老主顾 每次过来时总是自备两袋米饭 可口的炸鸡总能让他胃口大增 比起因买不起荤菜经常吃素来说 来这里吃炸鸡就是改善伙食 小哥说感谢那些富人的浪费 否则以自己的能力想吃上一手炸鸡 估计半个月工资就交代出去了